即便再樂觀再樂觀的人 都會有殘後憂鬱症 我就是一個 我是一個非常樂觀的人 可是面對殘後憂鬱這件事情 我從來沒有想過說 這種事情會發生在我身上 今天要和大家聊聊有關於 殘後憂鬱這件事情 你們知道什麼是殘後憂鬱嗎 殘後憂鬱這種東西呢 根據統計十個媽媽 會有六個媽媽有殘後憂鬱症 那其中呢 會有四個媽媽是重度的憂鬱症 但是這憂鬱症並不是不會好 只是這中間真的很需要家人 還有吉先生的支持與陪伴 我記得那時候 我在生NN的時候 我大概經歷了至少 半年以上的憂鬱症 可是我自己不知道 那時候根本沒有什麼憂鬱症 什麼殘後憂鬱症 像現在一樣媒體這麼發達 然後呢 資訊這麼爆炸的時候 其實大家都會去 透過網路去查詢 什麼是殘後憂鬱症 我該如何幫助自己 因為我那時候完完全全不知道 我只知道我常常哭 每天躲在房間裡面 我都是在哭 就剛好在餵母奶的時候 遇到很多很多的困難 可能爐頭混淆啊 或者是跟奶瓶輕味 瓶味跟輕味之間的拉扯 幾乎都是自己一個人在房間哭 然後抱著孩子哭 然後會覺得說 我怎麼當媽媽 就是我到底要怎麼當一個好媽媽 我到底要怎麼去照顧我的孩子 再加上身邊家裡面的人關係 因為他是第一個小寶寶 可能他哭的時候大家都會很緊張 所以相對的我就會跟著很緊張 就是我會很怕說他哭 然後呢引起大家的注意 不誇張 有一次 因為恩恩晚上就是睡覺 所以那時候爐頭混淆 我抱著他輕味 他不吃奶一直哭 可是我很怕隔壁的家裡面的人聽到 就可能會緊張 所以那時候他哭的時候是 我是摸著他的嘴巴 摸著他的嘴巴 然後不讓他哭出聲音來 那時候我覺得說 為什麼會把小孩子帶成這個樣子 就是 你必須給小孩子快樂 你必須給小孩子很完好的照顧 可是你卻沒有辦法好好的帶孩子 然後可能身邊家裡面 有很多的關係 然後會有一種莫名的壓力在 你會很擔心說 你今天因為這樣子你做不好 然後讓他們覺得說你長非常不OK 再來就是因為當會全職媽媽 全職媽媽的話 其實自己本身就會少收入 少收入的話 對自己就會 會開始慢慢的否定自己 覺得說自己是不是很沒用 然後呢 自己是不是很不OK 再來的話就是看自己的身體慢慢的 因為你從產後 你從產後要恢復到你原本的身體 其實並不是那麼的容易 真的很辛苦 當媽媽睡眠不足的時候 累的時候 記得一定要伸手幫她一把 欸你今天要不要好好睡一下 沒關係 Baby我顧就好 照顧小孩子這件事情 不完全是媽媽的責任 所有的爸爸一定要記得這件事情 没有人天生会当妈妈 你老婆也是从小孩子出生之后 她才硬着头皮 开始学怎么帮小baby洗脏 怎么帮她包尿布 怎么喂奶 所以你们两个其实应该是同步一起 一起学习 怎么包尿布 怎么喂奶 怎么照顾小baby 那彼此之间互相的帮助 当她累的时候 你就帮忙她一下 我知道你们上班也会觉得累 但是要记住一件事情 我们在这段时间 不是互相计较说 我比较累 我上班也很累 你在家里还好吧 不是去计较这种东西 而是互相 互相真的非常重要 甚至有可能 当在跟长辈沟通的时候 爸爸我们也希望说 今天可以站出去这样一个脚步来 替妈妈去沟通 很多事情 然后呢 适时的带妈妈们出去走走 很多产后发生 产后忧郁症会发生的时候 是在什么时候 坐月子的时候 坐月子的时候呢 因为华人习惯会被限定 30天至40天 不能出门 不能洗头 不能洗澡 太多太多的习俗规定 但其实我觉得 只要妈妈可以照顾好自己 偶尔出去走走 其实那是一种心情的释放 我坐月子的时候呢 可能坐了第10天还是第12天 我会出去洗个头 人家洗个头 然后呢 暂时的让自己舒服一下 暂时让自己喘口气一下 并不一定都会吃月子餐 可能今天吃的月子餐 吃了10天 吃了15天 大概第16天的时候 我妈妈 我妈妈会说 你要吃牛肉汤排骨面吗 你要吃麦当劳吗 你要吃披萨吗 我阿嬷说 可以吃你就吃 并不一定说 你今天只能吃什么 还是不能吃什么 我觉得那个规定真的很奇怪 我们可能需要 好好调养身体 月子是必须一定要做好事 没错 吃的东西上面 其实并不一定太大的限制 只要妈妈快乐 心情好 母奶就会很多 母奶多呢 小孩子喂的就会好 小孩子喂的好呢 妈妈也就会顺 这是环环相扣的 妈妈心情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坐月子当中 我觉得我们应该要 换一个方式 换一个想法 坐月子这件事情 是要让妈妈们好好休息 好好的让自己身体 去恢复到 原本的样子 可是并不是限制妈妈 限制妈妈只能吃什么东西 限制妈妈不能做什么事情 最后是当你觉得你自己的情绪 又比较低落的时候 你要告诉你自己 没关系 想哭就哭 想找人说说话 你就找人说说话 想大声地唱一首歌 情绪释放一下 都可以 没问题 情绪释放很重要 不要都一直压抑在心里面 你压抑一件事情 两件事情 最后压抑越来越多事情的时候 爆发的时候 其实是一把不可收拾 我们现在我觉得 在我们的网络上面平台 有很多管道 像妈咪拜的网站 会有很多匿名 可以留言 你可以跟很多妈妈们去讨论 你心情上面 你的生活上面 你的育儿上面 你的婚姻上面 遇到什么问题 我也有接过很多来信的妈妈 私讯给我的妈妈 跟我聊说 她像目前在育儿的问题 甚至在教养上面的问题 彼此之间 我们一起互相沟通 你会发现 这件事情很奇怪 这件事情 你明明知道 该怎么解决 可是因为 你一直卡在心里面很久 可是当你有个 情绪宣泄出口的时候 说出来之后 你心情就好了 你就可以拥有 获得力量 回去再重新 面对你自己的小孩子 我会希望呢 所有的妈妈们 我们可以一起正式地 面对 产后忧郁症这件事情 那一起慢慢地走出来 你给你自己一个机会走出来 之后你会发现 陪伴孩子一起成长的过程 是非常非常幸福的 真的 今天影片就聊到这边 我希望说这次影片 可以帮助到很多妈妈们 如果你们有这方面的问题 甚至爸爸们 你们有这方面的问题 都可以在底下留言 然后呢 我们可以大家一起 想办法讨论 然后呢 彼此经验的交流 让更多的爸爸妈妈们 在育儿的这条路上面 在成为爸爸妈妈的条路上面 都可以顺顺利利的 好 喜欢我的影片的话 记得订阅我的频道 分享 还有按赞 下支影片见啰 拜拜